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6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今日凌晨一时许,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市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Francis Scott P. Bridge在被集装箱船只撞击后,断成四节,桥体直接坍塌入水,震惊全美民众 据悉事发时大约有20名建筑工人正在桥上施工,不幸掉进了零下一度气温下的冰冷水中 截止到小编发稿时,仍然有6名正在修复大桥坑洼的建筑工人处于失踪状态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藐视,事故现场如同好莱坞末日大骗,船只与桥梁碰撞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桥体倒塌在寒冷的帕塔普斯科河中,烟尘弥漫,残骸漂浮在水面上 今早,马里兰州州长在接受采访时,确认有8名正在桥上工作的建筑工人在事故中坠入了华氏47度的水中 他们在事故发生时,正在桥上浇筑混凝土 在该事故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巴尔地摩消防局长詹姆斯·华莱士 确认有两人被从水中救出,其中一人毫发无伤 另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后不治身亡,其余6人依旧下落不明 此外,搜救人员利用红外和测扫声纳技术找到了三辆客车 一辆水泥卡车和另一辆车被淹没在水中 但马里兰州官员表示我们相信只有施工人员坠河 事发后,马州州长维斯穆尔第一时间宣布马里兰州进入紧急状态 以便能够获得拜登政府的资金支持 事故发生后,当地官员们很快排除了这场灾难是故意的或恐怖主义行为 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ESA的一份早期报告发现 这艘集装箱船在离开港口时失去了推进力 就在2023年6月,高磊号在治理圣安东尼奥进行的一次检查中 发现这艘船只推进和辅助机械存在缺陷 据外媒Business Insider报道 在达利号撞上桥墩的数分钟前,船上的灯光曾经熄灭 船只靠近桥梁时,才重新亮起 ABC在报告中指达利号在离开港口时失去推进力 Lost Propulsion,并曾通报他们失去控制 报告指该船通知马里兰州交通部MDOT 他们已经失去对该船的控制,并且可能与该桥发生冲突 在新闻发布会中,州长承认货船的操作员曾发出求救信号 这是一种紧急信号,但货船的航速似乎太快 无法避免这一事件 不过,他表示,求救信号确实阻止了车辆通过该桥,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赵氏货船霍伦达利号Dolly的船东发声明证实发生事故 经联系后,确认22名船员均未受伤 目前仍在船上接受海岸警卫队的询问 根据新闻报道,赵氏船包括船长和船员都是印度人 目前根据众多报道,这起霍伦撞大桥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的确可控 但经济损失,恐怕难以估计 资料显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建于1977年 长约9000英尺,横跨巴尔地摩港口的帕塔普斯科河 是I695公路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第三大连续横架桥 这座桥每年运送大约1200万辆车,跨越巴尔地摩环城公路,周计695号公路 根据马里兰州港口管理局的数据,这里是美国最繁忙的汽车运输港口 到2023年将处理超过75万辆汽车 该港口为日产、丰田、通用、沃尔沃、捷豹路虎和大众等主要汽车制造商处理进出口业务 其中包括奥迪、兰博基尼和宾利的豪华车型 它也是美国处理农场和建筑机械以及农产品的最大港口 巴尔地摩去年处理了5230万吨货物,价值约808亿美元 在港口指标和记录方面均排名美国第九 该港口处理了847158辆汽车和轻型卡车,连续13年位居美国之首 另外还有载有超过444000名乘客的邮轮从该港口出发 该港口是挪威邮轮、嘉年华邮轮和皇家加勒比邮轮的主要目的地 该港口是去年煤炭出口第二繁忙的港口 出口了2200万吨煤炭以及少量其他金属和矿物 有航运业内人士称 我们确实预计会产生连锁反应 但现在说影响是什么还为时过早 由于最大的港口关闭 汽车制造商正在争先恐后地寻找进出口车辆的替代路线 生活在北美小伙伴都能感受到 日常能够接触的税种及税率相当繁多与复杂 但可能大多数人做梦都没想到 以后下雨也可能会被征税 据报道 多伦多市议会正在考虑征收一项所谓的 与水费 Stormwater Charge 以及与水费折扣和一项水服务费 据报道 这些税务加起来 可以彻底改变多市管理供水基础设施 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 这项提案的本质是要解决多伦多市老化的 雨水基础设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据悉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都市化 有效管理雨水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紧张 这不仅会导致洪水和水污染 还可能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 多伦多市目前考虑的雨水费 其核心是激励市民负责任的使用水资源 同时为基础设施升级和环境倡议提供必要的资金 此外 这并不是第一次考虑这样的收费 早在2017年 市议会审议了一项对所有房产征收雨水费的提案 但是时任市长庄德利领导的市议会在投票中将其搁置 目前拟议的收费结构可能基于物业的不透水表面面积 硬表面积 比如屋顶 车道和停车场 这些区域在降雨时会导致水流 将收费与物业特征联系起来 是希望鼓励多伦多业主投资绿色基础设施 比如雨水花园 透水路面和绿色屋顶 以便减少雨水水流 减轻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 根据建议 雨水费用将从水费中扣除 在水电费单上单独列明 对于面积小于一公顷的物业 将根据每一层中所有物业的平均硬表面积 实行分级 统一的雨水收费 物业分级由不同物业类型的物业大小决定 分为住宅 多住宅和公寓 以及工业 商业和机构 当然除了征收雨水费外 市政府还在就大型物业的 雨水费折扣抵免计划进行咨询 这将用于降低大型物业的雨水费 市政府还就可能征收的水服务费进行咨询 水服务费建议将某些管理水物 和污水处理服务的固定费用 从水费中剔除 并在水电费单上作为单独收费显示 雨水费的支持者认为 这符合多伦多成为一个 更具可持续性和弹性城市的目标 通过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和雨水管理 多伦多可以减轻城市化 对其水系统的影响 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但是这项收费提议可能面临批评 特别是其财务影响 雨水费可能对部分人构成不公平的负担 例如低收入家庭或小企业 他们可能缺乏实施水管理解决方案 或承担额外费用的资源 人们可能还会担心 实施和执行这项收费的行政复杂性 以及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比如房地产贬值或经济活动减少 大家对这个下雨收税的提议怎么看呢 最近有报道指出 加拿大廉价航空公司Flair Airlines 面临数百万元的财务困境 计划削减600多个航班 但该公司驳斥了这一说法 环球邮报周五发表的一篇报道称 为了削减成本 Flair航空公司计划减少600多个春季航班 其中包括在3月至5月期间 从多伦多 沃泰华 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 等主要枢纽出发的多个航班 不过 这家廉价航空公司 将增加了飞往佛罗里达 拉斯维加斯和墨西哥等度假胜利的航班 据报道 今年1月 Flair被曝欠下6720万元的未缴税款 这些税款与20架波音737飞机的进口关税有关 该公司首席执行 Steven Jones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 向Daily Hive证实 Flair已与加拿大税务局QR達成了协议 以按月定期付款的方式偿还这笔税款 不久之后 有传言称Flair将收购加拿大另一家廉价航空公司Linx 但就在几天后 即2月22日 Linx Air宣布已申请债权人保护 并将永久关闭 最近 Flair对金融公司People's Trust采取了法律行动 指控其扣留了2500万元的资金 Flair表示 目前正在使用另一个支付处理系统 以避免对旅客造成影响 Flair公司在给Daily Hive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环球邮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极具误导性 该公司发言人表示 Flair已经提前敲定了3月至5月的航班时刻表 自2023年8月1日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Flair承认其航班数量同比有所减少 但表示其可用座位里程衡量航空公司运力的指标 同比增加了4% 发言人表示 这些调整并不是针对最近发生的事件 例如Linx Air停止运营 该航空公司表示 有几个因素影响了航班调整 首先是客户需求 Flair表示 去年 我们观察到飞往度假胜地的航班需求量很大 这促使我们今年 在飞往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的航线上 分配了比去年春季更多的资源 其次 成本因素意味着航程较长的航班 受加拿大机场成本影响较小 从而影响了我们对航线选择的决策 最后 Flair提到了市场动态 当我们在制定这个航班时刻表时 国内市场出现了运力过剩的情况 尽管这种动态在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一些变化 该公司表示 在3月至5月期间 我们预计平均基本票价将提高50%以上 春季平均飞行距离更长 自然会导致平均票价更高 这也是基本的航空经济学原理 并补充说 在3月至5月期间增加度假胜地的航班是一个战略重点 首席执行官Jungs在发给Daily Hive的一份后续媒体声明中重申 Flair在Linx Air关闭后 没有进行航班调整 他说 Flair将继续存在 不畏艰险 挑战行业规范 倡导公平竞争和经济实惠的旅行 Fl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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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ir